Audio Jungle 比其政府进行的调查愈演愈烈,总统对此提出质疑,还依附寻常地在9小时内连发推文,对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联邦调查局,希拉里斯,前总统,奥巴马,国会民主党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及其他人士大肆攻击,推文中不乏误会之语和拼写错误,谴责调查团队制造混乱。 据美国华盛多邮报网站2月18日报道,特朗普在海湖庄园发推文,对特别检察官米勒及其团队的最新发现进行严厉斥责,米勒团队对多名俄罗斯人提出13项指控,还指控圣彼得堡实施了一项旨在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的工作,目的是鼓动选民支持特朗普,而不去支持其民主党对手希拉里。 特朗普对有关他获得帮助的指控怒不可遏,而对于要求其谴责俄方干预大选,并针对俄方采取更多行动的呼声,特朗普则予以抵制。 此间,他还威胁解除对其进行调查的执法部门官员的职务,并在推特上怒骂连连。 特朗普18日早上7点33分发推文说,我从未说过俄罗斯没有干预大选,我当时说的是,那可能是俄罗斯,也可能是中国或其他什么国家或什么团体,还可能是个400磅重的天才。 坐在床上拿几算机在搞事,而通俄门片,局则说特朗普竞选团队与俄罗斯进行勾结,绝对没有这种事。 大约30分钟后,特朗普又说,如果说俄罗斯的目标是在美国内不挑拨离间,搞破坏和制造混乱的话,那么鉴于已举行了这么多听证会,调查并在政党间制造了仇恨。 俄方所取得的成功已让他们最疯狂的梦想都望尘莫及,他们正在莫斯科狂笑,机灵点吧。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17日表示,俄罗斯干预了美国2016年大选,特朗普在另一条推特中公然训斥麦克马斯特,麦克马斯特将军忘记说了,俄罗斯人并没有影响到或改变2016年大选的结果。 仅有的串通发生在俄罗斯和不诚实的希拉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以及民主党人之间。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莫斯科2月18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众议院情报委员会首席民主党籍成员亚当·希夫表示感谢。 后者此前指出,美国前总统奥巴马领导的政府,本该在2016年大选期间,采用更有效的机制应对网络攻击。 特朗普在推特上写道,终于,亚当·希夫无法控制的揭发狂魔,因俄罗斯干预2016年选举而指责奥巴马政府。 他终于说对了,奥巴马担任总统时了解相关威胁,却什么也没做。谢谢你,亚当·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亚当·希夫曾表示,此前美国政府本该使用更有效的手段阻止潜在敌,人对美国机构进行网络袭击,再次拒绝直接批评俄方。 据法新设美国佛罗里达州西宗驴潘2月18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连发推文,承认俄罗斯在美国散播不安,成功实现疯狂梦想。 但特朗普却再次回避,就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直接挑战莫斯科当局。 特朗普在推文里,谴责前总统奥巴马没能落置俄罗斯,还指控联邦调查局花太多时间,试图证明俄罗斯勾结特朗普阵营,却忽略情报而未能及时阻止佛罗里达州中学校园枪击案发生。 即便特别检察官16日起诉13名俄罗斯人,并详述俄罗斯影响2016年美国大选已按住特朗普,但特朗普至今仍没对俄罗斯采取行动。 美国情报圈的首长们上周稍早已警告,俄罗斯干扰美国选举仍在持续,对美国今年中期选举构成威胁。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此前在慕尼黑指出,俄罗斯干预美国民主进程的证据无可辩驳,特朗普却在昨天的推文,一谈俄罗斯的责任,绝口未提他的政府,将怎么处理俄罗斯。 在另一则推文里,特朗普还暗指整个问题,在于国会与司法部的调查,而非俄罗斯介入,然后他又在另一则推文里说,奥巴马当时身为总统,知道这种威胁,却什么也没做。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2月18日报道,在特朗普所发的一系列推文中,有一篇推文,最令其身边多位人士感到困扰,他17日晚直接攻击联邦调查局,事实上还把帕克兰血案和通俄门调查绑在了一起。 17日夜里11点刚过,特朗普发推文说,在佛罗里达那所学校作案的枪手曾发出很多信号,但令人极为遗憾的是,联邦调查局全都错过了,这不可接受,他们当前把太多的时间都花在了仕途证明,俄罗斯与特朗普团队有勾结上,但根本就没有什么勾结,还是回到本职工作岗位,让我们大家为你们感到骄傲吧。 特朗普以联邦调查局错过一条,有关佛罗里达嫌犯的线索,对其大家攻击联邦调查局周五也承认存在严重过失,但在为遇难者举行葬礼之际,总统此举很不寻常,特朗普一直立足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进行改革,他指责这两家机构的负责人,对他持有偏见。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2月18日报道,正当世界对特朗普总统处理全球事务的态度,感到焦虑之际,美国官员本周末想聚集在一起的欧洲外交政策精英传达了一条讯息, 不要注意那个在幕后发推特的人,来自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美国议员,以及特朗普政府的高级安全事务官员,在公开和私下的场合都提出了同样的忠告, 美国仍然坚决支持其欧洲盟友,对克里姆林宫干预选举的做法感到愤怒,并且没有考虑对朝鲜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以阻止其核计划。 但这些忠告常常与特朗普所发表的推文相冲突,调查,或动摇特朗普地位。 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网站2月18日报道,一年多来,特朗普一直说有关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指控是个骗局,是民主党内败选找借口。 16日特朗普了解到,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米勒,声称,有证据表明有关指控是真实的,特朗普简要听取了。 有关米勒长达37页的起诉书的汇报,米勒的起诉书指控13名俄罗斯人到美国冒充美国人组织家的竞选活动,开设数百个社交媒体账号,试图让特朗普当选总统, 对于俄罗斯旨在抬高特朗普的总统候选人地位,削弱对手希拉里的阴谋的描述击中了特朗普总统最脆弱的神经。 米勒正在调查特朗普在解除联邦调查局前局长科密职务,和让前国家安全顾问普林得到特殊对待的事情上是否存在妨碍司法的行为。 福林在担任国家安全顾问,24天后被特朗普解除了职务,不过,特朗普最大的忧虑,似乎始终是米勒的调查,会否对他的胜选提出异议。 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罗德罗森斯坦在总统简报会后强调说,起诉书中没有提及任何美国人参与了这一违法活动,起诉书没有认定,被告改变了2016年的选举结果。 特朗普抓住这一点在推特网站上作出回应,他写道,早在我宣布要竞选总统之前,俄罗斯2014年就开始了反美运动,这次选举的结果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特朗普的竞选活动没,有做错任何事,没有串通。 不过,一些分析家指出,罗森斯坦用词谨慎,他用在起诉书中这个词表明尚未得出确定结论,而且一些消息人士证实,米勒的调查远未结束,前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扑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我认为还会有其他负面消息爆出,尤其是竞选资金方面,会有更多内幕爆出。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2月19日报道,美国通俄门特别检察官米勒正式起诉多名俄罗斯人和三家机构,涉嫌干涉美国选举,使特朗普总统一年多来否认俄罗斯协助他当选的说辞再也站不住脚。 消息人士透露,特别检察官办公室,还在追究特朗普本人,或其竞选团队,是否和俄罗斯狼狈为奸。 美国灯塔全球战略咨询公司执行董事艾伦表示,随着俄公民和机构遭起诉,特朗普如今更难以挑战联邦调查局,司法部和情报界, 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似乎也获得了一件防弹背心,免于被解雇或削弱权力,因为那看起来会像是特朗普意图报复。 虽然罗森斯坦表示,起诉书并没有称遭起诉的行为,改变了2016年总统选举的结果。 但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的总统地位可能被动摇,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研究员阿斯伦德说,很明显的是,特朗普当选总统的结果,不能再被视为合法的,他也预测,美俄关系会因此。